Jeremy想问你,2015年理想汽车 他说$143买了,他说哭惨 有三个哭哭的emoji 你建议他应该怎样做呢? 其实我觉得理想汽车本身 它是急升的那段浪 其实只不过是反映它新的车款的成功 的确是成功的 第一,它成功得来,它的股价是这么成功的升了一倍 如果由底部计算 它最低位其实没有$80 你最高位真的有差不多$15-$6 那新年就有一倍了 新的一倍的情况之下,别人有个correction 或者大户是有一个所谓的获利回套 坦白说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一个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回调也是一个自然波幅率的回调 也是比较正常的 那$140买买的话,就固然可能要反思 就是说,为什么永远都要等到新闻出来 然后就被人催眠说是一个好股票才买的呢 而为什么不可以是可能永远是早点掌握到一些资讯 或者一些information 相到低位来做呢 这个其实在一个家里行为学里面 首先可以有一个反思的一件事 好,反思还是反思 好,很明白最后一句,那我之后怎样呢 这个,那之后怎样呢,就很简单了 我觉得正常的股价,如果股市可能气氛好一点 或者新的车款的销售,如果是相对比较理想的话 那个股价都应该是有一定的反弹的 如果反弹完之后,可能去到$135附近 或者$138那些位置 就可能考虑斟着地是减磅的 因为你$145买这个位置 我不想说伤心事 就是说理论上,你这个位置 就是现在这个股价的图 自然结构里面的最大阻力位 就是你买的位置就变成现在的阻力位了 不要介意这么说,OK 我不是特意伤害你的 因为假设你$135买的话 那我的说法就不同了,OK 所以可以考虑回 越接近你那个价位是斟着减磅 老实说,是亏损完那价格 打比完是5个百分点以来的话 要随便找一只股票去报价 很容易而已 无限责货亦都意义不大